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赤邪 赤这个字通 整赤的赤 就是整赤邪恶的意思 这一章也涉及到了一些上节课提到的韩非子关于人性论的论述 有不少学者提出 韩非子关于人性的看法深受其失荀子的影响 不但是出发点相同 论证方法上也受到了荀子的影响 尤其是那句著名的惊人之性 生而有好利焉 因此会出现争夺生而慈然亡焉 故残贼生而忠性亡等真例的现象 这时如果我们不加以管理 不施以教化 不用法度去约束 任凭他们由着性子去 那么必然会出现 必出于争夺 何于泛分乱理 而归于报 韩非子在此基础上有所扬弃 他认为人做这些事情 不但有消极的 邪心诱于可遇 也有较为积极的 人情漠不出于其死力 以至其所遇 所以人性本是更多的趋于较为中性的力 而这种力的引导 非常受领导者如何管理的影响 首先 古者先王尽力于清明 家世于明法 乱弱者王 人之信也 智强者望 古之道也 经者寒国小 而誓大国 主慢而听其未 誓其经为用 而小国欲亡 故誓人不足以广让 而寒不见也 经为宫寒而家兵许焉 其宫人护而削味 不足以存证 而寒福之也 此皆不明其法境已至其国 世外已灭其设计者也 解释下 古代邪明的君王致力于亲爱民众 张明法度依旧是以法为重 混乱弱小的必将灭亡 昌明强大的必能统一天下 这是人之常情 自古以来的道理 现如今韩国弱小而倚仗大国 君王不张明法度 而是一味的听从秦国和魏国 觉得可以依仗齐国和楚国利用之 所以韩国越来越有败王之相 要知道依仗别人是不会开疆拓土的 这么显而易见的道理 韩国就是看不到 楚国为了进攻魏国 就对许焉用兵 齐国为了削弱韩国 就去攻打人 户 但这些都不会保存韩国 这点韩国也是看不到的 假如不去张明法度来治理民众 单纯的依仗外人 只会导致其灭亡 学了刚才这些 引设到我们在绩效管理具体怎么做呢 首先 我们在绩效管理时 要放弃一些短视的想法 很多领导者总感觉在形式上做出了一套绩效考核的制度 然后就想着能够离干净的出现效果 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对的 大家在了解绩效管理的话 应该知道整个管理模式就是一个整体且逐步完善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妄图用一种方式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显然是不合理的 每一种方法只是一个角度而已 只有成体性地进行修缮才能够得到预期的效果 而且这个效果的到来也是要经过一定的周期的 接着我们来看 韩非子提出了一个观点 小智不可使谋事 小忠不可使主法 就说 一点点小聪明是不能够去谋划大事的 那种只针对私人的小忠小义 而没有大局观的人是没有办法让他执掌法度的 韩非举了一个例子 说当时楚国和晋国打仗 楚国处于下风 正在万分焦灼之时 楚国的司马子反突然口渴 想喝水 他的侍从古阳就给他拿来了一壶酒 子反说 这是酒吧 不要 拿开 古阳说 这不是酒 您喝吧 子反这个人嗜酒如鸣 一旦喝起来就停不下来了 果然他醉倒了 这时候楚王想要找子反商议战局 发现子反喝得酩酊大醉 一怒之下斩杀了子反 按理说 那个侍从古阳本是出于好心 结果却给子反招来了祸患 韩非说 这就叫小忠大忠之贼也 若使小忠主法 则必将赦罪以相爱 事与下安危以 然而防害于致命者也 可见 我们在绩效管理时 也要注意防止出现以小忠防害大忠的现象 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单纯的把绩效管理的重心 放在绩效考核这一栏上 然后以为绩效考核就是单纯的挑毛病 这种想法是非常狭隘的 正是员工乃至不少领导者错误的认为 绩效考核就是在给员工挑刺 所以很多时候 底下的员工就会不自觉的出现相互包庇的现象 然后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各种糊弄绩效考核 最终使得绩效考核变成了一纸句文 所以作为领导者 首先要明白绩效考核的意义是什么 它不是在挑员工的次 它是在切实地帮助员工发现问题 认识问题 并努力养成良好的工作和生活习惯 它不是在刻意地刁难员工 而是在真诚地帮助员工进步 同时 领导者也要明白 绩效考核其实就是和员工搭建起一个沟通的非常好的一个渠道 只要绩效考核运行的好 领导者就可以时刻马上掌握员工的各种信息 然后敦促员工进步 如果领导者能够将这层信息传达给员工 相信员工就能够更好的配合好绩效考核 然后最终实现公司和员工的整体进步 接着 故敬执轻而无事 美恶从而彼焉 横执正而无事 轻重从而载焉 扶摇敬则不得为名 摇痕则不得为正 法之谓也 故先王以道为常 以法为本 本智者明尊 本乱者明觉 凡智能相通 犹以则行 无以则止 故智能单道 不可传于人 而道法万全 智能多失 辅玄横而知平 赦规而知缘 万全之道也 明主使明适于道之故 故义而有功 我们来解释一下 所以说 镜子要保持干净明亮而不受干扰 那么美和丑就会显现出来了 用作衡量的器物保持平正而不受干扰 那么什么是轻 什么是重就会被衡量出来了 所以镜子总是摇晃 就不能保持明亮 用作衡量的器物摇摇晃晃就无法准确地做出衡量 这就是用法的重要性 所以先王总是把道当作常规 把法当作根本 法治如果严明的话 领导者的位子就有了权威性 法治混乱的话 领导者的名声也会受到损害 所以凡是有真正大智慧的人 是要将道和法作为根本的 以持他们 事情就办成了 不以持他们 事情就办不成 凡单纯地靠智巧 事情是办不好的 只有道和法才是完全的 智巧总是会有偏差 所以我们悬挂器物去衡量才知道平不平 设置原规去测量才知道圆不圆 这是万全之道 因为有智慧的领导者 能使下面的人用道来整齿自己 这样做审理且有功 那我们在绩效管理时也是如此 在做绩效管理四步骤 要让员工有预期和知情权 怎么理解呢 很多时候 员工并不是怕惩罚 怕的是这个惩罚太突然 有些领导者为了让员工做得更好 事先并未有完全公布处罚后果 或者事先只是构想了一个 大概的绩效计划的标准 等到具体落实的时候 又不断地朝令夕改 朝三暮四 最后到了最终考评时 员工或被奖励的莫名其妙 或被惩罚的莫名其妙 这种搞突击的事情是绩效计划 绩效考核乃至整个绩效管理的大忌 就如同刚才所说的 利用智巧去实施绩效管理多有偏失 唯由道合法才能够保持稳定性 这不是说不让领导者单纯地运用量化标准 来替代主观能动性在绩效管理中的作用 不是这个意思 主观因素在绩效管理中是非常重要的 绩效考核不是绩效统计 当然不能单纯地追求量化标准 机械地用数据来代替一切 对于过程的考核也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主观因素缺少不了 这里强调的是 不能单纯地运用主观因素 所谓智能单道 必须要和道合法结合 在制定绩效计划时一定要周密 可以借鉴其他团队组织已经成熟的技术 然后结合公司自身特殊情况 再不断改进 这个过程不能马虎 要严谨 不能匆忙且仓促 制定了以后 要严格实施 最忌讳朝令夕改 这样才能够发挥出镜子和痕迹的作用 不能总是摇晃 要平稳 实在要修改 也要谨慎考虑 然后及时告诉大家 并要适当地听取大家的意见 不能够随意更改 好 这一讲就到这里 下一讲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